泛美中华会馆联邑会秘书长黄金泉 有主动发起呼吁全球各地的中华会馆和公所 要主动来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这个声明 那么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 龚中成也表达高度肯定 非常地正确 因为国务孙中山先生所讲的这些理念 不管是主权在民 天下为公 或者还有这个三民主义 都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政府 在经过60多年来 那时候努力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成绩 尤其是主权在民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经过 两次的政党轮替了 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所有的 先进的民主国家都完全就可以认同 好 您听到了 处长龚中成是说 乐见海外华侨在各种重要的节日庆典上 公开举行中华民国国旗的升旗典礼 或者是插国旗来认同中华民国 是主权在民 自由民主的国家 也是支持由国父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 民有 民智 民想 这种最高表现方法之一 民主的国家都会认同中华民国旗典礼